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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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娘听到 什么修书啊 娘 没什么 娘 我就是想你们了 想搬回来住 对 那怎么行 那朗少爷怎么办呢 朗少 他经常出差 所以我就回来陪你们 好好好 你什么时候想回来看我 娘都欢迎你 饿了吧 我去给你做吃的 谢谢娘 你现在是有自由了 可是我怎么觉得 我好像是没自由了 怎么 行 我管你是不是 是不是 没有 没有 行 我管你 不是 不是 姐 站住 给我站住 别跑 这个相公我是亲眼所见 特别的好 咱们就买几个啊 来来来 这个也拿上 装着 慢走 慢走啊 老板 谢谢 慢走 慢走啊 请客长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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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啊 慢走 看来 玉冥这致脸的功效 颇有影响力呀 是啊 这下我们的胭脂水粉 又能清藏了 太好了 我这步步为阴干了这么多 反倒是为人做了嫁衣裳 给了人家一个大险身手的好机会 都怪那个顾海棠 该死不死 搞什么公开致脸 本来施迦得了一点势头 现在都要被押回去了 心脚失言了 心脚失言了 施老板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顾海棠现在从朗家 拿出来了修书 龙墨花又紧盯着朗月轩 要不然 我再去中间搅和搅和 说不定能打探一些消息 你傻你 易小姐的事 你差点就暴露了身份了 绝对不可以再轻举妄动 这一局我们输了 我认 那施老板您的意思是 暗并不动 是 这段日子里 你在朗里春 要给我多争取表现 只有得到朗家人的信任 你才能够助我成事 施老板 您放心吧 自从上次 易小姐失去失败之后 我就已经这么做了 尚师傅现在非常信任我 前段时间 还说要给我晋升呢 算你机灵 这个顾海棠 平时你给我多注意点 我要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来头 心脚明白 好 这没你的事了 你快回去吧 爹 你干什么呢 这女的我眼熟 你进我屋不知道敲门吗 我我素质问题 我重新敲好 你给我回来 我问你啊 你跟朗月轩不是好朋友吗 怎么最近没见你跟他联系啊 他最近忙着置脸 忙着抓刺客 忙着处理三角关系 没有时间理我 你呀 废物一个 吃喝玩乐有你 怎么立功抢风头 就没你了呢 人家朗月轩往那一站 龙默化 就马上站了过去 你倒好了 追了半天 连个屁都没有 爹 你这一天到晚 除了骂我 还有别的事干吗 不是 那子弹不长眼 易小姐是当场就被打死了 月轩是造化大 捡了一条命 还有 我已经很努力地追龙默化了 就是擦不出爱情的火花 我没办法 你不用给我解释了啊 人家朗月轩也是个养子 可是他给朗家 带来了多少经济效益 给朗家 挣回了多大的面子 你呢 我真是白仰你了 给我滚回屋去 儿身告退 你 我刚才替你 我分给他 你 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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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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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为组长 负责整个定箱研发 过程当中的 人手调配 工艺陆路等琐事 谢谢尚师傅 谢谢女学少爷 我还要说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从今年开始 郭海棠会到工坊 一起参加 红叶胭脂的生产 之前海棠为朗里春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也希望 你们能一起 再闯佳机 我来帮你 来 少爷 您看一下 挺适合您的 少爷 这是专门 为您四人定制的 来 您看一下 好 很适合您哦 适合我吗 对对对 非常好看 好看 特别帅 好 老少爷 我们家小姐这几日 闭门不见客 您请回吧 麻烦你 跟你们小姐这么说 她什么时候 愿意见我 我什么时候才走 是 您稍等 小姐 老少爷说 一定要见你 帮她进来吧 是 老少爷 我们家小姐有请 好 月明哥 这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最近 因为心情不太好 所以我谁都没见 怎么了 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呢 今天在服装店 买了一套衣服 你也知道 我在阁楼这么多年 也不知道外面流行什么样子 我的脸 现在不是治好了吗 我打算 跟月轩一起竞争海棠 你是海棠最好的姐妹 月明哥追求海棠 应该知道 那我岂不是有机会了 最主要就是 我穿这样的衣服 感觉浑身不自在 所以 我想请你帮我参谋参谋 是啊 你这身衣服 肯定不好 海棠不会喜欢这种的 那 交给我吧 我来帮你搞定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拜拜 你好 先生 请问几位 他 那个 其实我 月明 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 那个 是这样的 那个 默化 他突然有点事情 然后 他就叫我来 陪你一起吃饭 先坐吧 好 月明 你今天 怎么穿得这么正式啊 不好看吗 没有 挺好看的 就是有点不习惯 好 想吃点什么 这家餐厅我第一次来 那我随便点了 好好好 服务员 点餐 小姐 你想吃点什么 你好 来两份牛排吧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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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慢用 快吃吧 来 谁 你 好 啥 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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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 你先吃我这份吧 我来帮你煮 你借 谢谢 谢谢啊 前面就到了 娘 我回来了 回来了 伯母好 海棠 这位是 娘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 我一个朋友 叫朗月明 这孩子长得多周正啊 伯母您夸奖了 对了 这是我给您带的一点小礼物 小小心翼 希望您能够喜欢 这 这人来就来嘛 还送什么礼啊 这 这多不好意思啊 来 坐 坐 好 坐 海棠 我还是第一次来你们家 我们家虽然小 比不上你们家华丽 但是却很温馨啊 来 喝水 谢谢伯母 伯母 这是你做的西服吗 是啊 天哪 您的手也太巧了吧 要是 能给我做一件这样的西服 那就好了 当然可以了 你长得这么俊俏 穿什么都好看 真的 我给你量量 好 我皮齿呢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这孩子 天悦阿姨 您要找的是这个吗 是啊是啊 来 你要给谁量 您告诉我 我帮您量 是给这位小姐量呢 还是给这位先生量 调皮捣蛋 什么小姐啊 这不是你媳妇海棠吗 当然是这位先生呢 给这位先生量是吧 您放心 这位先生量是吧 交给我了 来吧 胳膊抬起来 我给你量量 不对不对 这尖呢 在这儿 这腰呢 在这儿 再试试 好 我知道了 老渔萱你打住 你别闹了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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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呀 海浪 娘 她去干嘛了 买东西去了吧 对啊 对啊 娘 很晚了 不如您先吃吧 太太 老爷今天晚上去赴一个晚宴 要晚一些回来 她叫您别等她了 那其他人呢 清清小姐学校有个游园会 也要晚些回来 这我知道 我是温月明和月轩 是 这这 娘 快吃吧 都凉了 天天冷冷清清的 这人都去哪儿了 娘 妙兰有句话 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要是觉得不该说 就不要说 我也是隐隐觉得 不真切 可想到这件事 关乎到朗家的两位少爷 别绕丸子 娘 您有没有觉得 自从海棠离开以后 这大哥跟月轩都不招家了 是啊 大哥倒还好 了不起 跟海棠旧情复燃 可这月轩 她要是想着 海棠拿了修书 她就可以 无所顾忌地追求了 这小书子跟嫂子 到时候话可就难听了 混账 妙兰知错 全书 太太 去把叶萱找回来 海棠 谢谢你喝伯母的晚餐 我 以后还能不能再来 当然了 而且 你不是还有衣服在这儿吗 对对对 我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 今天晚上 跟你和伯母待在一块 真的很温暖 我很不希望 这一天就这么快地结束 好了 月明 早点回去休息吧 这条路上和你小心一点啊 海棠 其实今天这个样子 才是我最想要的 让我可以重新地认识你 认识你身边的朋友 还有你的家人 让我慢慢地了解你 也让你可以慢慢地爱上我 怎么了 没什么 别动别动 我给你吹吹 好点没有 好了 海棠 我真的是好幸运 能够遇到你 让我恢复容貌 又重获新生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听说过 西方的童话故事里 有个青蛙王子 被公主吻了一口之后呢 这个丑陋的青蛙 就变成了英俊的王子 而我 还没有被亲吻的时候 就已经变成了青蛙王子 我真的是不敢想象 连做梦都会 好了 玉明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 好 那你早点休息吧 我也该回去了 我走了 尚师傅 尚师傅 全叔 你怎么来了 尚师傅 月轩少爷在工坊里面吗 我都一天没见他了 怎么了 奇怪 昨晚上 我找遍了整个昆阳 也没有找到他 他这是跑到哪儿去了 不会失踪了吧 失踪 不会吧 要不去别的地方找找 老月轩 你一个人跑出来 怎么不跟大家说一声啊 你知不知道全世界都在找你 你有没有考虑过大家的感受 那你说的这个大家 包不我管你啊 你太过分了 我只是没想到 你还会为我着急 为我担心呢 好了 对不起 是我一时太着急了 没来得及跟大家说 但是我是在这儿工作呢 我没顾上 好 你一个人跑这儿来 就是为了研究那些 对啊 咱们的红线胭脂 不是到了定香阶段吗 虽然是祖传的秘方 但是我觉得 还是烟火气太重 不够完美 祖传的秘方 只是属于那个年代的精品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肯定有需要它改良的地方 还是你懂 所以我就在想啊 是不是因为木炭不够精准 在这山里有独特的金刚木 用它可以练出质量上场的硬木 所以你是想用它熏着定香 去掉那些烟火器 没错 但是这些木炭太难受了 费是耗力的 所以估计 我还得在这儿再待着几天 那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 好啊 你留下来帮我 我是说 我是说让尚师傅 找几个女工来陪你 你现在都不愿意 跟我在一起工作吗 你继续忙吧 我真的喜欢你 所有最浪漫的爱情场面 我全都记录在这里面了 听我跟你讲啊 好 首先呢 你需要准备铺天盖地的玫瑰花 等会儿等会儿 玫瑰是不是太俗气了呀 我想用薔薇 她清新自然 很适合海棠的 薔薇是什么花呀 玫瑰才是求爱的 才是代表爱的 那这条过 那下条是什么 你准备耀眼夺目的珠宝 珠宝不行 珠宝不行 我要是用珠宝的话 海棠会认为 我在她面前显摆什么的 过 那就在夜空中 不满绽放了焰火 焰火里呢 拼出她的名字 妈呀 这难度也太大了吧 你 那就在草地上 摆满了星弦的形状 你站在正中央 给她唱一首 你自己写的歌 那个 铺满鲜花 一个星形 我站中间是可以的 但是我不会写歌 大哥 你能不能行啊 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你怎么跟月轩竞争啊 莫瑰 你别激动嘛 这不是咱们在想办法呢吗 你聪明 你再想想 再想想 来 喝水 再想想 再想想 桃花会 对 就是桃花会 桃花会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我们老李初还准备出花车呢 对呀 到时候花仙子站在花车上 洒满了漫天的花瓣 那个时候你表白 我就不信 有哪个女孩子能拒绝你 对呀 有道理 爹 月明 找爹有事 爹 今年的燕枝桃花节 就快到了 我在想啊 咱们朗里春的 花车督管任务 是否能交给我啊 你对这个有兴趣吗 之前呢 我一直是闭门不出 自己有能力 很多事也做不了 现在连好了 我也想 出去见见世面 就当是给我们朗里春 尽一份自己的力吧 你看行吗 难得你有这份心 爹高兴都来不及 怎么会不行呢 谢谢爹 有什么不清楚的 去问全叔 再不行的话 直接来找爹 明白了 爹 那我先走了 大少爷 全叔 是这样的 我爹今年呢 把监督花车的任务 交给了我 我就是想问问 花车制造怎么样了 大少爷 这件事您放心 我让那些历年来 为我们制造花车的 工匠师傅们 已经开始动工了 好 那您晚一点带我过去看看 我想亲自监督一下过程 好的 大少爷 您倒是有心 花车上的桃花仙子人选 有没有定下来 这个都是还没有 还请大少爷您拿个主意 那好 你就全力监督好 花车的制造过程 桃花仙子的人选呢 就由我来物色吧 好的 大少爷 夏和 姐 你这做什么呢 胭脂桃花节快到了 我和同学 约了一块去游园 回头啊 再给她冲点粉红色 一定特别可爱 这不是小女孩玩的东西吗 这是我送给青青的 她到时候在风里 拿着这个跑啊跑 一定特别可爱 整天张口闭口 轻轻轻轻的 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啊 不好意思了 海棠 海棠 莫华 你怎么来了 给你看一样东西 莫华 这些彩色的蛋是什么呀 这个呀 是桃花节的风俗之一 叫做齐院芳菲 是女孩子准备这个蛋 然后呢在上面写上 自己祝福的话语 还有心事 在桃花节这天呢 放到河水里 由男孩子去捡 说不定 还能成就一段 美好的姻缘呢 真有意思啊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这些 所以特别准备了 这些蛋给你 你可以把自己的心事 写在上面 你要是有什么记恨 没人想骂骂她 也可以 谢谢你啊 孟花 对了 月轩 她会来这次桃花节 游园会吗 我也不知道 最近工坊很忙的 好想和月轩 一起逛游园会啊 她最近一直在研究 红燕胭脂 现在还在淋木炭呢 应该没什么心思去吧 这桃花节一年就一次 错过了今年 明年我们可就老了 你不是有这个吗 把你的心事写上去 说不定就实现了呢 你倒挺会献学献用的嘛 反正我也没什么霸 到时候你就陪我一起去吧 好啊 谁说你没有伴儿了 我看啊 这朗家大少爷 可是又英俊又忠诚的 可讨人喜欢了 我准备发展他成为 我的另一位闺州密友 闺州密友 不要管那么多了 反正桃花节我们一起去了 哦 哦 我将遇 保佑一家人 健康平安 健康平安 希望和你们礼不清的这段缘分 能随着这只彩蛋 一起随迫逐流 也把我的烦恼 永远地带走 不要回头 大少爷 全叔 你坐 好 今年的花车呢 以绿色为主题 的确别具一个 能够在众多花车里面脱颖而出 但是既然是胭脂桃花节 那肯定是以花为主 叶为辅 如果我们采用绿色的话 是不是会让人觉得有衬托之险呢 反倒让诗行路占去了便宜 大少爷说得是 都怪我疏忽了 那选个什么色调好 大少爷 您哪个主意吧 桃枝夭夭 浊浊齐滑 我想用海棠红的明媚作为主色调 再加上其他绚丽的色彩作为点缀 这样一来 也能把我们昆阳城的 胭脂行业的特色完全给展现出来 是 是是 这花车上的桃花仙子 低眉浅效 婀娜多姿 作为点睛之品 这样就能衬托出 我们朗里春的招牌了 还是大少爷想得周到啊 我相信今年的桃花盛会 老爷一定不会失望的 大少爷您放心 我这就去办 好 有劳您了 全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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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棠 天狱帮我累坏了吧 是啊 桃花节就要到了 莫花还有宫房里的那些姑娘们 都订了好几套衣服 我娘这个人她要求完美 做不好就会一直做 她都好几个晚上没有休息了 那 花车上的桃花仙子的服装 你放心 我会帮着我娘一起完成的 对了 桃花仙子的服装尺寸 我叫伯母 是按照你的身材来做的 所以呢 今天我就正式地邀请你 扮演朗里春花车上的桃花仙子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桃花仙子啊 不行不行 我可不行 海棠 你知道桃花仙子 杀群上的灵感 是怎么来的吗 就是你送我的那盆九兰花 那颗小花仿佛散发着光芒 一下子就把我平级的生活 给点亮了 这就是春天 所以 朗里春花车上的桃花仙子 非你没数 确实很美 但我真的不能当这个桃花仙子 为什么呀 我这个人呢 本来就不喜欢抛头露面 再说了 这个桃花节是昆阳的节日 应该找当地的姑娘 我一个外地人 代表不了朗里春的形象 但是除了你之外 我再也想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 穆化 你不觉得她很合适吗 简单 美丽 大方 而且她在成人礼上具有不俗的表现 她对你们朗家一直都很上心 你这样去问她 她肯定会答应你 可是 好了 你就不要再可是了 我明白你的心意 你是想要感激我 但桃花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它代表着昆阳的形象 你不能光从你的个人情感出发 你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周全啊 这个桃花仙子 我是没有缘分了 但是我肯定会去参加的 我已经约了我的朋友们 去参加游园会 到时候您一起来 好吧 娘 快来 看看娘做的这个桃花灯 好不好看 娘 这个您怎么还亲自动手呢 交给下人做就好了 那怎么行啊 桃花灯是为了祈福随月 一定要自己亲手做 况且桃花灯每年都做 我也做得顺手了 娘 大哥 您要的花灯纸 我给您拿来了 先放这儿吧 你想干什么 娘 这些不是要放桌上吗 桃花灯是象征圣洁极小 你还是别碰 是 娘 先放这儿好了 妙兰不碰 我想和月明说说话 你回房间去吧 娘 这没想到 桃花节还有这么多规矩呢 规矩是外表 敬钱才是内心 世间万物 凭的就是一个信字 只要你相信 就万事万灵 嗯 月明 听说今年的花车是你负责 那桃花仙子的人选 你选好了吗 这个 还没有决定呢 这件事一定不可以马虎的 尤其是我们朗家的花车仙子 一定要精挑细选 从名望 身份 地位 一定要毫无瑕疵 无可挑剔的纯洁少女 你明白吗 其实呢 我心里有这样一个人选 可是 娘 你心目中的人选 是谁呀 岳明真是贴心懂事啊 你还知道问娘的意见 嗯 说精挑细选 其实呢 在昆阳有头有脸 又能同我们朗家相提并论的 也没几个 或许 或许呢 龙家千金龙墨化可以担当 是不是 你和娘想到一块去了 岳明 娘真的是没看错 你的确是善解人意的好孩子 朗家的生意交给你 一点都没错 我就知道 你不会让娘失望的 是娘的英明决策 那行了 我就按照娘的指示 去安排了 去吧 那我走了 原来做男人 真的要平衡和放下许多 海棠 你又说对了 去吧 那麽 天真的 感谢观看